本月26日,美国海军证实,三艘军舰已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访问。 除了两艘巡洋舰以外,虽引人瞩目的是一艘10万吨排水量的核动力航母李根浩,结合26日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事件来看,很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安排。 算上此次李根浩造访菲律宾,美国海军在四个月内,已先后派出了三艘航母进行访问,稍微了解些地理知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这片海域,同我们南部的海域非常接近。 其中所释放的信号,再明显不过,就是还要继续拿海域问题做文章。 美国海军次次造访菲律宾,打的是定期旋罗的旗号,美方曾表示,由于此片海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,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的货物,都是通过此海域,流通到世界各地,而附近的强国却不断地部署小岛,影响了地区稳定。 所以,美国要站出来,保障盟友的安全。 美国的这些小伎俩,大家都心知肚明,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不说出口污蔑,每次军事行动都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,着实让人好笑,一点大活的风范都没有,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。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搞得盟友苦不堪言,菲律宾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,有意疏远美国,频频向中国示好,但是美菲两国的结盟协议,确实是实打实的存在。 这就让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对菲律宾指手画脚,尤其是想尽各种办法,妄图,挑起中菲两国的争端。 虽然菲律宾的总统能看清楚形势,曾专门出面表态过,小岛上的部署不存在任何问题,导弹再多,也不是指向菲律宾的。 但是民众并不能理解,菲律宾国内媒体频频带节奏,将原因归结为,总统太过于软弱,这让杜特尔特苦不堪言。 在上个月的时候,美国国防部长就大言不惭地提了一个无理要求,声称只要中国继续进行小岛的建设,将面对的不仅仅是航行自由,美国将会在一些海域,进行军事演习。 而此次三艘军舰抵达,伴随着美防长放华,或许就是为此前的无理言论做出行动商的回应。 不过这些小伎俩,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,尤其是现在美国和菲律宾面核心不合,而美国过度消费已经形同虚设的盟友关系,只会让菲律宾政府更加反感。 最终将要面临的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盟友倒戈,毕竟谁也不喜欢自己家的事,总是有一个外人在旁边指指点点。